把这些人都他们给我揪出来 看老子不废了他们 已经在查了 事情会解决的 你现在别去想那些事情 不能原谅 这些躲在网络背后的人 都不值得原谅 他们是杀人犯 是 他们是杀人犯 他们会为此付出代价的 两个小时的航程 沈凡星在博锦川的哄位下 睡了一会儿 而就在他休息的时候 国际峰会座谈会的部分内容 才被传到了网上 震惊 民集团负责人居然是 飞机准备降落的时候 沈凡星醒了过来 网上对这件事情 有不良言论激烈的 总共有364人 来自国内各个城市 但是有一百多个人都在平城 因为位置比较分散 目前只抓了十几个 其中有几个言论最恶毒的人 也在其中 我现在要马上见他们 太太 有记者已经知道 你们临时回国的消息 现在机场都是 举办 是 飞机滑行还需要一些时间 等到沈凡星他们一行人下了飞机 已经是二十分钟后 刚刚到出口 一群人便围了上来 博先生 请问您是在什么时候 创立民集团的 您当初创立的初衷是什么 民集团的发展如此之快 是不是有什么捷径呢 或者有其他东西辅助呢 为什么您一直要瞒着 您是民集团创始人 这个消息呢 沈总 请问您从一开始就知道 博先生是民集团的创始人 是吗 您当初跟博先生在一起 是不是也因为知道他的真实身份才 你们到底想要一个什么结果 才是满意的呢 以前是他博锦川 提前看中了我的公主身份 现在又是我 提前看中了他民集团创始人的身份 到底哪个答案 才能更让你们满意呢 不如我们互相都有所图好不好 他当初看中了我公主的身份 我当初看中了他民集团创始人的身份 这个回答 你们还满意吗 记者被沈凡星几句话 说得哑口无言 公司创立的初衷为什么发展的如此之快 又为什么隐瞒 公司创立就是为了以防万一 就像如今这样 担心被伯老爷子赶出来 发展的这么快 是因为他背后有黑暗事例当靠审 既然里面猫腻这么多 当然只能瞒着呀 不用你们猜测 我把你们最想听的结果 亲自说给你们听 这个回答 你们是不是应该也很满意啊 还有 至于这次公开民集团创始人的事情 你们 包括所有人 不必你们在社交平台上冷嘲热讽 老爷子是什么样的人 不要你们来评判 我是不是恶毒 是不是公主 他是不是小白脸 是不是民集团的创始人 也不用你们操心 说实话 就算他真的是小白脸 也吃不到你家一粒大米 我很好奇 你们身上那股子咬牙切齿 得谁都要讽刺一边的劲头 到底是为什么 让谁看都好像是被你讽刺的几个人 和我挖了你们家祖坟一样 实际上 你们知道你自家祖坟在哪里吗 如果知道 那有没有想过 自己的言行举止 给自己家祖上添点光呢